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清蒸扁鱼,喜欢吃鱼的朋友看过来,准备一只比我还年轻的扁鱼,清洗干净,把鱼头鱼尾分开,切成薄薄的片子,不要切断,用清水洗去血沫,沥干水分放盐,料酒,放葱段姜片,右手抓紧腌制五分钟,腌制的同时我们切点三丝,我们把大葱,红辣椒,生姜全部切成丝,用清水浸泡一下,把鱼摆入盘中,摆上葱段姜片, 锅中放入蒸架,放上盘子,蒸锅上去大火蒸六分钟,把葱姜挑出来,倒出多余的汤汁,摆上切好的三丝,放点辣椒圈点缀一下,浇上叶油,再放入蒸一石油,这样蒸出来的扁鱼竟然比我还嫩